总共会有1 2 3 4 然后后面的话好像有5 6吧 OK 5 6 总共的话会有6个题目 我们分别来看 其实也是按部 所以我跟各位讲过说 如果你以后要能够把证照考好 其实很简单 看懂题目再作答 所以你可以慢慢看懂 同一篇1 OK 简报者图片 然后能够内容版面配置 就是让它可以放到最大 那要布满什么 布满整张 所以要布满整张投影片 而且要维持长宽比 意思是说不能变形 你不能说把它拉宽 拉一拉之后变形不行 所以第一个这张图 就这张有没有 它要把它布满 所以布满1 先把它移到什么 左上角 2的话呢 把它拖拉到整个布满 还好刚刚好 它的宽高比刚刚好 就是跟比例刚好 跟这个简报是一样的 如果不一样 你可能要裁剪一下 如果要裁剪的话 它这边好像有格式里面 好像就有一个什么裁剪功能 你也可以去做什么裁剪 因为这一题没有要裁剪 所以第一个完成 但是问题来了 你把它布满之后的话 下面的东西不见了 所以怎么办呢 你可以把这一个放到最后面去就好 那怎么放到最后面 按右键 这边有个什么呢 移至最下层 有没有 这样就OK了 所以 按右键 移至什么呢 最下层 不过还移至下层 因为总共后面有两个东西 所以直接干脆把它移到最后面去就好 这样就OK了 移到最下层 把它放大移到最下层去 这样就完成 所以它再来的话 但是它有相关的叙述 第二个就是说 你的那个顺序 要先图片 再标题 再刚刚的那个 通影片一的物件堆叠 要这样的顺序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知道说 第一层是不是图 标题 再来内容版面配置区 那你可以利用那个 我们之前好像讲过一个功能 叫什么 常用里面有一个叫 选取 选取里面有一个叫选取窗格 这个功能还蛮重要的 如果你不会这个功能 你就看不到到底这个简报里面 有几个物件 所以你要看里面有几个物件 你可以选取窗格 你可以看到 这张是图 这个是标题 这个是内容配置 所以它是不是图 是图 然后标题 再来是内容配置区 没有错 所以基本上 当然我们刚刚把它移到最后就OK 只是说我们要再确认的话 请记得你可以从常用里面的选取 有一个叫什么选取窗格 可以从这边可以看 当然这个选取窗格里面有什么功能 比如说你要隐藏 这边有眼睛 这个跟Photoshop还蛮像的 隐藏就是不要让它出现 这样的话也可以 移动的话你也可以 比如说你要让它向上一层 你也可以从这边向上一层 向下一层 所以刚刚如果你不用按右键 移到最下面 你也可以从这边去调整 上一层下一层 或者用拖拉的也可以 这样拖拉下来也OK 所以这样的顺序就OK了 再来的话第三 编辑投影片一 标题的显示格式 所以呢标题 所以我们要先找到标题 做什么取消什么 它的外框加上阴影等等 标题在哪里 所以标题在这里 所以你其实用选取窗格的好处 点它 它就帮你选 原来这个标题指的就是这个区块 那这个区块要做什么呢 这个时候呢 在这个区块的上方有个格式 格式里面的话呢 它有什么文字的什么外框 有没有 还有文字它什么呢 它好像有提到文字的 什么呢 加上那个阴影 有没有 那这些怎么做呢 它要取消图案外框 所以图案外框 你可能要看到图案的外框在这里 然后阴影的效果在这里 这边也有阴影 有没有 所以从这里面的话 都可以找到相关观 所以请各位先试着 把这一题一到三的部分 先试做看看 哦 你看到 中文字幕——YK